怎么着 看小夜眼会脏了你叶大公子的眼睛啊 对不对啊 我不知道你是女子 我以为你是那个 顾公子万福 一场误会都是小事 只不过那白骨球是我要紧的东西 请求公子成人之美 把他卖还给我 我一时拿不出钱 但我可以立下字句 可那胡琼明明是男子的钥匙呢 怎么是你的 那是我做给 做给夜山呢 我说你们家丫鬟怎么老往夜抚 你喜欢夜山 我 顾公子不要胡说 这怎么是胡说呢 我要是胡说你紧张什么呀 顾公子 我虽然出身不宜珊瑚 但也是清白正经人家的闺秀 顾公子自是富贵颇天 与我有云女之别 又何必这般羞辱 我这可不是羞辱你啊 我是诚心地想问你 为什么喜欢你 你 这整个扬州城的闺秀 都想嫁给夜山 我就不明白了 这夜山到底有什么好呢 你就说说嘛 这眼光差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顾公子 是不是不想把胡求还给我 你要是回到我 给出移子 时间我都给你 顾公子 求你高抬跪上 行吧 行吧 你那壶酒 昨日我给别人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给别人了 那人呢 那我怎么知道 不就是一件衣裳吗 不就是一件衣裳吗 这买一件 拿着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不 傅公子 你不是想知道 叶大公子 比你好在哪儿吗 我告诉你 他做人光明磊落 知书达理 还有 有你这种无赖小人的颤托 不是 你凭什么拿夜山数了我呀 我不会知道 你名声为什么这么坏了 你出身富贵 又浪荡荒唐 像个温神一样 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 我们走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谁是温神 好了 好了 你干吗跟他一般见识啊 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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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别看了 回去吧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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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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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温神了 我给他钱我还重温神了 我 好了 好了 别生气了 这个卖部的人家 我是知道的 听说他们家闯妾灭妻 别看他一个敌女 日子过得比人家树女还惨 你呀 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我说呢 这么冷的天穿这么淡薄 做了件白胡球还是给别人的 你不是把那件白胡球 送给小乞丐了吗 好 谢谢 谢谢啊 布南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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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好了 文成 你去找一件别的鱼层 把你回去换回来 换回来干吗 还给他呀 他 他喜欢叶湘 还欺负你 你还帮他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一遍也说了吗 他活不容易 这样 欲如妹妹 我可不是为难你 我是喜欢你 顾公子 千谋胡乱开玩笑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我对你一见钟情 再见倾心 今生今世 非情不去 你不可能行 但是 shake Diesel 你也不如我 童 weirdest 赶紧 Krie 我们有钱 好好打感謝 乒乏 casualties 到一个 order �이 む 你 每天都行 气怒了我一回 算是还我了 还请求顾公子 饶过我一次吧 你不是说咱们家酒司 只要看上你了 你就去投胡自尽吗 是啊 人家现在就向你求亲了 谁不待我 玉如妹妹 吴承河就在那儿 快去跳啊 跳啊 跳啊 怎么办啊 这样都这样啊 快去你呢 快去这样子 你也回人家呀 怎么只有一个小伙伴 没人可能这么结合啊 太过分了吧 顾公子 一定要逼我跳了这盒 才肯搬凶吗 跳 跳 跳 要不这样 你就说一句 夜市安市大混蛋 何故就此英俊潇洒 运辅林峰 财僧一件人品端正 这事 就这么聊吗 你 叶 叶 叶公子 不如你 玉树临风 英 英俊 潇洒 英俊潇洒 不如你财思敏捷 人 真品 人品端正 人品端正 大点事 不如你人品端正 行了 走吧 等等 诸位 每个人都拿盒烟纸吧 就当是我送的 谢谢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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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瞧不起你九四伯伯 你要是不拿呢就是舍不得我花钱 心疼 喜欢我 以后你要是嫁给医生 替我好好收拾你 谁说这婚事是假的 谁说这婚事是假的 新郎到 好 拿着 前面有台阶 小姐 这么多人看着 老师才跟你好 得开我们家定位 放马鞍 福禄平安 和善 和和美美 跟着我 开善 开之散业 心腹跨安 福禄平安 天搭雀桥 人间奇巧 人间奇巧 良缘宿地 家偶天成 兰灾趋吉 吉祥直指 一洒 一洒 连礼永结 二洒 花开病地 三洒 四季平安 四洒 月圆人圆 五洒 五洒 早生贵子 新郎新娘到 大臣 七津 蔓.... 一项 2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拜 夫妻 三拜 夫妻 也许 senk 以后还不是 李宗盛 对待 非一可 赶紧 李宗盛 你也知道 您应该怎么办 多少 formas 好 Seit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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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完没完呀 切身来接郎君回家 安心读书 考取功名 你说什么 安心读书 考取功名 你没毛病吧 安心读书 郎君若是从今日开始用功 或许能赶上 今年八月的秋为相识 六一五 我们家是江南首富 就算我什么都不做 光是放贷 满收租 我这辈子应该都吃饿不成 那要是没有一辈子呢 你这什么意思 郭教授 我曾经也是千娇万宠的敌人 有时我也以为 我父亲和母亲 被恩爱和母一辈子 谁是我五岁女母 月姨娘入府 从此以后 我和我母亲 就成了全扬州的孝火 那是谁 是是是 是 是 是谁 今日你顾家 在扬州能够呼风唤雨 可若有一日 时局变了 靠山倒了 是 若真有这么一个人 那也是命 彭叔一笔研究着过 但让我口气功能 我真不是这块儿了 但是叶世安中了戒员 可叶世安中戒员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原本收嫁给叶世安的 你知道我为了嫁进叶家 做了多少努力吗 我背完了叶家所有的家规族学 努力学着自己不喜欢的琴棋书画 整整六年 我不敢说错一句 不敢走错一步 我几乎就要成功了 但是这一切都被你毁了 我 也去今生今世 非你不去 我对你一见钟情再见清心 今生今世 非情不去 是 是不是你说的 我认真是一句 一句玩笑 你的一句玩笑 就毁了我一辈子 你不知道你的一句话 叶家听了 你毁了这门婚事 当日在场的所有人听 会觉得我跟你思乡授授 行为不简 质疑我母亲的教养 你什么都不懂 顾九孙 对不起我 道歉有用吗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经营 全被你一句玩笑毁了 顾九思 你给我听好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也不管你到底愿不愿意 既然你说了这句话 顾家也把我取进了门 你只要对我负责 既然我们已经绑到了一起 那么我柳渝叔 想要得到的 本该得到的 你都得给我 给 什么都给你 好 那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我要你出人头地 给我和母亲 安稳幸福的一辈子 叶山能做得好 你这样做多好 叶山就在二楼 要不然你们两个就 好呀 怎么 你指望叶世安救你 顾九思我告诉你 别说叶世安了 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从今日起 你就回家去 安心读书 若是再赶到这种 杂七杂八的地方 要我 我杀了你 要么我用这把刀 摸脖子死在你们家门口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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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大点声 听懂了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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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爹 是一个颠倒黑白的糊涂蛋 我也要笑什么 混账 岳父 都坐 都坐下 贤迅 让你见笑了 岳父叫你 我本不该干事了 可这我对夫人莫说是胖 连大声半句都什么呢 恳请岳父给我个面子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虽说是柳家家事 可我现在也想多说几句 这茂儿既在岳母名下 那便是柳家的嫡子 这是好事啊 为何要责打欲儒呢 这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小子 聪明明明 若他真是我的小舅子 那我定会为他准备一份产业 若他不是的话 那我们顾家的钱财 也不能给了外人份 嫌叙这话 我这人说话直啊 您见谅 说得有道理 冒儿 理应由大娘来抚养 老爷 坐下 一点没规矩 好 颜悦 这是我们顾家的令牌 由了她便可随意出入顾家 王后每三人 就来和夫人汇报一下 约录的情况 听见没有 但我若是没有见到云彦 那我便亲自来探讨约录 当然 岳父也不会为难一个 忠心护主的丫头 不会 不会 爷 找我好用吧 是 夫人 时辰不早了 回家 娘 我们先回去了 嗯 挺好的 老张 谁是如何 老张 我帮你这么大忙 你也不说谢谢我 生日期了 是啊 我是答应你 爷爷要敬礼你爹 爸妈实在长不住 我想吧 我看不惯他气味儿那样 我也知道拿钱押人是不好的 那他就吃了一套啊 这就是你爹 这要是我定的 我就是我定的 下来 下来就好 我便应该是个人家的 您是谁把人家的干扰 我本想着遮掩过去 我本想着遮掩过去 装作天下太平 让母亲放心 也给他争个脸面 谁能想到 这爹不像爹 家不像家 我算是明白 为什么成婚那天 也那么怕我提合理了 郎君自幼家庭和睦 受万千宠爱 自然是想不到 这些的 其实这世上的女子 大部分都跟我一般 小心谨慎 生怕走错一步 可要是这么小心翼翼 那哪还叫家呀 我娘说 女子本就是没有家的 婆家不是家 娘家也不是家 只不过是个容身之处罢了 我知道 你看不惯我算计 可这世上没有人护着我 为我打算 做我不为自己算计 谋上一份好亲事 说不定哪天 张悦儿得几张银票 就把我卖去做妾事 那我和母亲 就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就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以后我护着你 谁要是敢欺负你 我就把他推倒你 行了 竟说一些有的没的 我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嫁给我 也是为了你娘亲 反正我都耽误你的姻缘了 就算我对不住你 顾九思 你用心读书 赢过夜神 当个大官 替我证个告命 我就原谅你 好 好 你敢打我 小两屁 跟我打 快走 小夫人 放股子 放股子 这是我们郭家小夫人 你放肚子中心 放股子中心 放股子中心 看了我 快走 你只能放股子中心 你只能放股子中心 看了你 你只能放股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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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包容 你不是给我恨吗 那咱们就看看在扬州城 到底谁最恨 你要干什么 祝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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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顾教司说话错话 今日我就把话撂上 我们顾家从来都是女子当家 没有我娘 就没有我顾家如今的家业 我顾家的女人就是比寻常男子的墙上千倍万倍 我夫人外出行走坐生意 堂堂正正轮不到旁人说嘴 往后谁要是再敢背后嚼舌根 先掂量掂量你 自己的腿有没有王荣的腿硬 你自己的腿有没有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还恨吗 小公子 不恨了 不恨了 那往后见到我娘子你 我管她叫姑奶奶 起来 起来 把你们公子抬走了 把垃圾腿可就废了 快啊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舅老板 舅老板 老板 今日是因我而起 连累到你 给你添麻烦了 柳老板不必犹新 那登祖子确实可恨 若不是你 换做其他的女子被这样欺负 我也绝对不会凶手旁观的 舅老板狭义 但王家在扬州毕竟失大 你放心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没事吧 好 顾大公子 果然是少年豪气 有担当 多谢周公子出手相助 改日也请你喝酒 改日再会 木楠 替我送送周老板 是啊 快 顾公子 你还要怎么样 我说了有错要认 有罪要罚 周公子 你还要遇见她 你也要遇见她 你可想伤心 你这么有一 Kan 你不快 去吧 你不可以跟她有的 让夫人遭受闲言碎语 此乃九思一措 郎君 秦为人子 刑事莽撞 害母亲担忧 也伤及王杰史慈父之心 此为九思二罪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刑伤人纵然是为互欺互加 可也是乱了国法 此乃九思三措 舅舅 赵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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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老 你辱人妻子 可知错讽 你是辱人妻子 可知错讽 你落在心间 离开你的脸 飘穿在你前 望尽喜恒年 天风花雪月 大漠热苦言 泪露我 许愿 你是辱人妻子 可知错讽 生生年 这条条人间 为你寻愿 找我指尘 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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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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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自己 有些小求 我离去的救命 人口服口是万 我和你都在 救死 救死 如若情不易 心不离 梦里可还会雨 狂慌一如初见你 救死 救死 按大容律法边刑 请二位对候 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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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 有天长风轻月轻 这人间都是你 惶惶将我从头依 如若情不依 心不离 梦里可爱回忆 惶惶也要触见你 我放手 你出人妻子 隔止错误 我 对不起 我道歉 对不起少夫人 我 我有罪 对不起少夫人 你们的好用的 邮车 道歉了 他跟你道歉了 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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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哭了 穗言还把你副了 你别哭了好不好 救死 快 说公子回复 快 快去 你干不住 别动 我给你当地方 说什么独播 你躺在他这儿躺着 好 你一个姑娘在 我会不会让你睡蝶蝶 今晚我也不睡地上 咱俩一起 而已 绸緣 开心吗 看王荣夏的皮股尿流 给你道歉 开不开心 我知道啊 以前你遇到这种事情 我真的忍着受了很多委屈 我受点委屈 不要紧的 那怎么行 我受了要护着你 谁也不能欺负你 你受委屈 那就是天大的邀请 你怎么要哭啊 爱打的是你 我不是什么样子 顾秋思 你对我的好 衣装 衣剑 我都会记得 衣装衣剑 什么跟其仇似的 我对你好 我是应该 你嫁给我本身就受了多委屈 可是再给我不好 那我还是个人 你快别说话了 早点歇息吧 我 我 跟你说什么 是 假如我 我 我说假如啊 我们家真的出了事的话 也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把后路都抢 我会给你写修书 再给你很多钱 然后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 我不是不守信用 我是希望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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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安 我别的 我 我知道 你平安 你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出去吧 是 酒丝 如意 我 你不是出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郎君 郎君现在觉得怎么样了 还难受吗 没什么事 死不了 你去忙吧 郎君 郎君你可不能死 郎君 若是死了 我岂不是还没当上高明夫人 就成寡妇了 放心 我会好好服车 郎君 穆楠呢 穆楠还有事 那先出去 穆楠不在呀 我还以为桌上的烧鸡 是他吃的呢 那既然不是穆楠吃的 我不是的 就是他吃的 那是 但他吃完走的 好啊这个穆楠 我以前以为他是个忠心等等的 主子都快咽气了 他居然还没心没肺地吃烧鸡 吃完还跑了 这样的人屋里留不得了 郎君 我这就吩咐下去 把他降为三等家仆 去扫厕所 你 少夫人 少夫人饶命啊 我鸡不是我吃的 烧鸡不是你吃的 那是谁吃的 你别胡说 是公子 胡说 公子都伤成这样了 吃得下烧鸡吗 来人 都是公子装的 公子早就好了 他每天晚上都吃烧鸡和酱肘子的 是是外面的花汤里都拔的都是骨头 顾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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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答应你要好好活着吗 我这也属于就是 属于信手承诺这种感觉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还说什么呀 都很好玩是吗 这些日子 我愁得吃不下睡不着 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 你倒好 你整日除了逗我 你还会什么呀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 解释 敢解释 解释什么呀 头头头头头 好歹也是病人 你真打我呀 你要不还是打我吗 你别哭啊 你要不还是哭吧 你这半哭不哭的 我更害怕 刘云如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是故意冲让你我 九思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长大 什么时候 才能成为家里的一个 被所有人忽视的 孤公子 孤公子 知己难寻 周某不才 想与孤公子 结成异性兄弟 不知公子意想如何 那我求之不得呀 我刚才就想说 没大好意思 好 我需长你两岁 以后你我便以兄弟相扯 走大哥 来 顾贤弟 来 等等 这光感的称呼可不行 我看江湖话们立刻说 这结拜要有仪式的 那你还要如何呀 咱们这儿有月 有酒 这还有树 这就算得仪式了 那刘幻璋 陶渊三杰一拜的也是桃树 咱们这儿正好有棵桃树 咱们也拜桃树怎么样 好 那就以你所言 咱们拜树 走 走 拜桃树 来来来来 你坐这儿干嘛 来 一起 我只是一个女子 你们结拜兄弟 我去干嘛 谁说女子不能进来了 来 一起 今天在场呢 咱们都是兄弟 对 来来来来 慢点 慢点 有门口 我顾景司纵横主场这么多年 什么断手断脚擎家荡肠 我怕她 我知道 我知道 还跟我独小娘子 好 不行 慢点 熙重娘子 我管那熙重娘子 还是动作大方 来一个 搬一个 我抬起来 小心点 我抖 我真也不怕 谁抖 我真也不怕 我真也不怕 你先在这儿等我 我去给你拿点醒酒汤 等等 我抖了这么多年都没怕过 我抖了 但今天我怕了 因为我现在有你 两种 我会有本事 有担当 我会为你上风唐烟 让你有职可义 我不会让你读书呢 我会有一个 您将来 您都要不要好快嫁给我 我又不要好快嫁给我 您将来不让好快嫁给我 您将来不需要好快嫁给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人都去账房领二朗银子的赏钱 另外我已经吩咐了初夏 好好坐上几桌 犒劳大家 谢上宫人 好 去吧 谢什么呢 庆贺你去为考完啊 最近上上下下都紧着弦 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饶了你读书 如今全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自然要好好地庆贺一番 中局还算个庆贺的名物 这考完算什么名 要真想庆贺的话 等我高中以后再放上也不迟 那就不用赏了 银子都省了 老头 还是刹射影是不是 等放榜的时候咱们一到去看 若是真的高中了 自然要好好地庆贺 好 全府都休息了 你怎么还在盘仗呢 行吧 也好 不行不行 千头万绪的 还是早点算清楚 可以多喝几遍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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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完了 怎么完了 我破题是用错了一个字啊 隔动天见祥开日华燕盛典之所应 之唇风之不暇 这个圣应该用锐才对啊 考都考完了 诚实不说 别琢磨了 你 你说万一 万一啊 万一万 万一万 万一我考不过叶山 这 这怎么办 你自然是考不过的 叶山香市装的是借员 没有比借员更高的名次啊 如果我也考中借员 你就算我赢了好不好 好啊 算你赢 可我要是连榜都没上那 那就再考 你原本就发力晚些 再学三年 肯定能考上 三年 再有两个月咱们就去幽州了 哪有三年 爹娘告诉你要搬去幽州的事了 不处为止 别打岔 这去了幽州那哪儿考学的事 那还更好 幽州到底是偏僻些 历年考试的文生 原本就比扬州少 山中无牢 猴子称霸王 肯定更容易得咒 我 我不想当猴子 那不是胜之不武吗 我 丽雯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做 我有一个好多年的愿望 一直没有实现 什么呀 我想学骑马 我小时候 就羡慕男孩可以骑马 这有什么那样 来 干嘛呀 带你骑马去啊 来 快点 骑马住 雅东 再来 准备我 在这儿 Dud 行 我觉得坐不稳 我害怕 我跟你说啊 这么马呀 跑起来就马了 你要不要跑一个试试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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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下去 老师 你自己就要学骑马了 我 我现在不想学了 你放我下去 我试试 你放我下来 好吧 你 你 你先先好再放我下来 哎呀 堂堂柳老板骑个马下成这样 传出去 男人笑话 谁会笑话我呀 就你一个人喊你 其实呢 你已经学会了 再练几次就好了 再说吧 太吓人了 你说好的要陪我做马高歌呢 你不能耍赖 谁耍赖了 我就是缓缓 我以后肯定能选 可惜这生辰只有一天 实在太多了 我还有好多好爱没陪你玩呢 那就留着明年生辰的时候再去 好不好 干嘛明年呀 明天咱们就去 不 我就想明年生辰的时候去 顾九思 明年 我还过生辰吗 你傻呀 这生辰当然是年年到过的 怎么了 怎么哭了 从来没有人 给我好好过过生辰 好 没人 你说一下 你能干什么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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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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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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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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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很� guess 这一趟 我曾查堂过紫人 但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 那这么说 是他在王山群背后 我画了这一件 若真是如此 紫人也该死 这薛海参筹 迟早有一天 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 我从未见过娘哭得这么伤心 别说你了 我都没怎么见过她哭 我去看看 这都什么时辰了 明日再去 等一下能做的 就是尽快完成清算 把家产捐出去 早点开始新生活 对了 我有件事想和你生的 你说 我不想把家产 直接交开番茄室 那要怎么抓 也下 幽州要解决的不光是粮食问题 现在各州饥荒 若是幽州粮食充足 定然会引来各州转定挨抢 所以 幽州还需要兵力和军资 所以我在想 不如把家产交给幽州都为州讲究 并和他说明一部分用来补充军资 这样对幽州来讲就是双重保障 不过那儿呢 不过那儿呢 我还有个思绩 我想做官 我想出人投地 不想当大侠了 侠之大者 为活为民 我不想再随过逐流了 我不想再承误不了自己的秘密 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更解决不了黎民百姓的疾苦 我想往高处走 我想成为 用灵力改变天下的人 咱们这份家产竟然捐了 再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交给范杰石 只顺理成章 他最多会觉得我们高风量级 出了十分力却只讨了五分好 而交给周将军 眼下他仗为军费犯抽 而身份又位居于范杰石之下 讨好他的人自然少一些 咱们可以说 是因为和周也交好 所以通过他的父亲来捐 并指明一半用于军费 雪中送炭 总好过锦上添花 我相信他会领我们的强 是个好主意 把家产捐出去 还顺便换回一份无价的人情 你挺有生意头脑的嘛 不愧是我柳老板的座下大弟子 是 是 是 都是柳老板调教得好 好 其实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多走了一道眼然耳目 悄悄地捐出去 不会让别周的节度是眼红 让幽州遭人忌惮 成为众矢之地 也不会让幽州的商民 觉得官府在学扬州那样 变相打秋收 弄得人心惶惶 你还记得当年的跳马赌局吗 当年你可是害怕 我赌上全部假的 可如今 我是真的赌上了全部假的 我倒觉得这回不算赌 那好准 是算计 我从小就步步为营 精打细算 这一次我也是细细算过的 虽不能说我推算的都能成 但是肯定是眼下最好的选择 我想要的 就是一个可以安心生活 安心经商的地方 一个家 无论如何 这一个家总是要有的 等会儿 你把这个柴子也捐了 既然要捐 当然要捐得彻底 那也不必做到这个地步吧 那 顾家不可敌国 就算我们把家产全都捐出去 旁边也未必相信 说不定以为我们在宅子里 偷偷藏了什么宝贝 反倒让人猜忌 既然要自保 不如做到干干净净 刘玉如啊 刘玉如啊 你可真是个恨人 你今天才知道啊 我早就知道了 能娶你 那我也算是个忙事 没了 全没了 倾家荡产 两手空空啊 这就是你以后 日日要穿的官服了 像个打精的 罢了 反正我只吃过吃饱饭 而且有些人还说过 也不图我当什么打工 像个要求 是是是 图你嘴平貌美 是个一等一的 打精美男子 你还说我 你这不群素拆得 好比文君当如 我们看上去 那是挺完配的 口气到不小 自比司马向如了 你还别说 我们还真有相思之处 就是夫人的眼光 可要 得行 快点 我坐下来吃饭 快点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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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你快坐 郎君 今日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 上次的工钱可还没给呢 这次又要求我什么呀 我的胭脂小铺万事俱备 只欠一个名字 我想了想 我有郎君大财 只有你能替我解忧了 这还包起 就叫柳迹研制簿 柳迹 对啊 以前你达理生演唱都是顾家自豪 纵然别人叫你柳老板 那也是顾家的柳老板 如今你终于有了一手 自己经营的买卖 那当然要叫柳迹了 虽然很好 但不合适 为什么 太草率了 我若开的是绸缎妆 药物妆 小食店 都可以叫柳迹 唯有胭脂谱不行 我想要的这个名字 要别致 雅气 不能太泛泛 也不能太生僻 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 以后一用到胭脂 就能想到我的铺子 那便成了 起个名字真好呀 我们要做的是女子的生意 既然如此 就不能敷衍她们 从名字到包装 再到货品成色 世世处处都要替她们着想 我想着 怎么样她们才能动心 才会喜欢 若是连这点心思都不肯动 市面上那么多胭脂谱 为什么要把银子画到我这儿 你看我干吗 我看着你 突然想起一句事了 什么事 云响衣裳 挖笑容 我看着你说男人 一样 对吧 一样 我看着 能力推荐 应该打是一样 很恐怖 我看着你 平常我们的恋 entang 还知道 这 真心地有一些 请你吃她 我们花蓉每一个胭脂侠里 都有一块 斜金纹编织金丝的锦帕 你口口声声说 胭脂是我家的 那就看看锦帕上 有没有我花蓉 独有的金丝纹样 打开看看 这只还有看啊 这后头头能看出什么呀 还有什么可看的 打开看你的圈子了 妈妈 我们这儿没有金丝了 有吗 一样啊 不一样啊 没有 你个金丝 别听那个小巢子胡说八道 别听他胡说八道 大娘 事情既然已经分明 就莫要纠缠了 免得耽误这位姑娘治病 你不给银子 我怎么去治病 别听他胡说八道 别相信他说的话 他在那胡说什么呢 这个黑心的小娼妇 天理从我们这儿没少断银子 如今出事了 出事了就不认了 跟到我们那儿 白吃白喝的瓢块 有什么区别 一样的不要脸 就是 不要脸 这骂脸太难听了 咱们什么时候 听过这么些挨脏话 少夫人他就是想额钱 咱们直接给他吧 就当破贼效灾了 知道了 你等什么 跟我说吧 老大 老大 您夫人家的胭脂不出事了 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到底喝了他什么迷魂汤啊 都在这儿一根根的帮他说话 我这姑娘那脸 那是活生说的就 你敢打人啊你啊 你敢打人啊你啊 打的就是你这个血口碰人的贼婆尿 打得好 就是打他 打他 你 你当见打人 你以为幽州没有王法治你了吗 闭嘴 幽州的王法 第一个就该整治你 你敢跟我上公堂吗 谁烂了脸 谁敢我去验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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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丈夫 你个老骗子 老骗子 老骗子 你老骗我 老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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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王如好欺负是吧 老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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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一几十 不 上 上 上 我看谁敢 来 行了 没事了 那人呢 是因为吃了和虾 所以脸上 才长得成章子 其实就是孤姚哥你 那老婆子 被发张罪二十 还写了悔罪书 明日呢 就贴在咱们的铺子上 算是给你道歉了 管花上一个清白 吓着你了吧 我也知道 你俩很难看 但我也没有办法 不是两银子是小 若被他们砸了招牌 以后想翻身就难了 我知道 他们当街那样吵 我只让他们占了便宜 被人学了去 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上门来欺负我们 我知道 我们店里人手少 他们人多 他们那样当街吵起来 伪官的路人 只能听到他们的说辞 就算我事后报了官 也已经被他们泼了脏水 除非我当场跟他们翻脸 比他们还要泼辣 声音还要大 路人才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都知道 你是不是撑起我了 为什么呀 我骂人了 我还骂得好难听 我还拿扫把打他们 我都瞧见了 特别有气势 特别可爱 你别安慰我了 我知道 我失了端庄体面 像个泼辣汉妇 给你们顾家丢人 让人看笑话了 我都知道 这有什么丢人的呀 你想啊 当年你提着刀追我的时候 可比现在泼辣多了 我顾酒司就喜欢那样的 我顾酒司就喜欢那样的 没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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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男人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解决 我都想 我去擦盖 今日不去研制铺了 你让木兰去集市 雇几个立夫来 立夫 少夫人需要搬东西吗 你只管让他过来 你只管让他过来 是 就是他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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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叫黄王妃 是公子的顶头上司 就是他一直在头欺负公子 快快快快 是谁啊 是谁呀 谁呀 快快 不打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谁敢打老子 打呀 敢打老子 有本事你放上瓶来 机会咱们可是给公子出气了 回去之后你嘴言一些 千万别让九四知道 少不然放心 这种事我谁也不听 公子上台是倒气 走 这可真行啊你 他欺负你 他欺负我你就找人打他 打他怎么了 他再敢欺负你我还打他 你笑什么 我好笑是不是 你吃 没有 我觉得你 快 他现在人也打了仇也爆 蹊跷了吗 你别跟我说这个 下次你也不准这样了 下次 下次他还欺负你 你就打回去 大不了回家 那差事不干了 我一个大男人不干活 那我吃什么 那我吃什么 我养你啊 刘老板可真厉害 不嫌弃我吃软饭了 既去当差 就要忍气吞伤 还恶人欺负 那还不如回家吃软饭 其实这欺负我的人吧 也不一定是恶人 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了 你还帮他说话 他之所以打我呢 是因为范玉为了给我出头 教训了其他牙医 他为了给自己兄弟名不平 就打了我 他讨厌不公平的事 我也讨厌不公平的事 所以我没有理由怪他 反之呢 我觉得这个人很仗义 这块硬骨头 还薄目权贵 颇让我欣赏 我这人吧 希望能够以德抱怨 不想让机晋更深 说不定以后 还能成为兄弟呢 你这么说 倒显得有情有义 心胸宽广 不愧是我郎君 还行吧 那我打错他了 你身为我的妻子 那护着丈夫 真有什么错呢 但是呢 昨天我也说了 我自己的事情 要心有处 你也相信我 好吗 什么情况 以后 不疼人 哈 而公公 不疼人 别很可怕 前 Clegg 孙夫人 跟我兄弟情义绵绵 难舍难分啊 这样 不是 我 我 怎么可以为难你 来 来 来 没事 先回家 慢 几位 就这么下山了 那之前说的话 还能保证算数吗 英雁 只要你保我夫人平安下山 我便留在此处给你做东 保你姓名无礼 顾公子好魄灵 送顾夫人下山 走吧 英爷 能否问您一个问题 你 请啊 英爷 是否在帮城中赵三爷做事 绑我上山 是受他所托 是吗 看来我猜对了 顾夫人 你想要说什么 我听闻 英爷是义匪 黑风战收留的 大多是家境清平 被迫落草为寇的穷苦汉子 却不知英爷 为何要偷运 幽州百姓的保命粮 致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呢 顾夫人说笑了 什么粮不粮食的 我不知道 您不用瞒我了 那批粮食 是我们出钱买的 有没有这回事 您心里清楚 你们出钱买的 凭你们 能买得起这一周的储粮 逗我呢吧 就是 英爷知道 我们从哪儿来吗 是扬州 我们顾家乃江南首富 虽不能说富可敌国 但我们家一半的家财 便抵得上幽州 二十年的钱粮税收 我和我夫君 都是周将军三子 周叶的结拜之交 英爷不妨猜猜 我们顾家亿万两家财 如今在哪 能买多少粮食 若用在军中 能养活多少剿匪的将士 顾夫人 拿我当三岁小孩耍的吧 这能翻天覆地的大事 我既不龙也不瞎 我怎么是闻所未闻哪 可赵三爷已经下狱 可赵三爷已经下狱 此事你不也是不知道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下狱哪 就是啊 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没错 你们帮我上山的时候 我正着急出门 正是因为周大哥在审赵三爷 找我去核对钱粮之术呢 周兄未见到人 便从赵三爷口中得知 是你劫持了我夫人 便派兵前来剿匪 这不可能啊 鹰爷你可知道 你帮赵三爷偷运的那些宿命 若真的被贩卖了 来日幽中会时势久空 恶嫖便也 鹰爷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批粮 真的被你贩卖了 当然没有 这粮食 这粮食 我是要发给百姓的 可是赵三爷 他可全都找了 你帮助赵三爷偷运粮食 暗杀知情人 可获得赃款了三成 我这都想要 这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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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这样 你恶心 鹰爷 这可是腰斩气势的重罪 你自己难下 我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 乱施胸脚我不赔 你怎么行呢 这事我们不是分析过了吗 周将军提出让你留守 分明是不信任我们顾家 想要多一重保障 他们身躯高位 景顺仙也是应该的 我都想好了 我准备召回顾家那些老掌柜们 组一个商队 一定要带回三十万蛋粮食 等任务完成了 他们就相信我们了 道理我都懂 可是 主思 我们夫妻本为一体 道山火海 我都该陪你一起闯的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但我们之前经历了那么多 钱帆又在黑风寨直面生死 我早就不是从前那个弱女子了 你不是说 让我当真正的柳玉如吗 真正的柳玉如 就是应该走南闯北的 收乎 带姐姐 rie 早点回来 你在家照顾好我婆婆 照顾好自己 花园虽然暂时光了 但时不时 还是要去照看打扫一下 知道的 放心吧 大姐姐 你是最情感的 我放心 行了 回去吧 九四 你带玉绍他们回去吧 我就在送义里 送义里我就回去 姐夫 你打城门口就这么说了 现在都送出妄都十里地了 这眼瞅着可就要到季下了 就你话多是不是 想不想去了 不想去 回去喂吗 我是我姐亲点的护卫 你不让有茶友 再说呢 谁不知道这顾家里里外外 我姐说了算 你排不上啊 排不上就排不上 我吃我的软饭 关你什么事啊 九四 我们回去吧 你要是想我了 就给我写信 好吧 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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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公子 你这是准备给少夫人写信的 是准备给少夫人劲儿刚走 您这送信回来还不到半可重 求你话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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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那 这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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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想办法救婴儿出来 然后一起离开杨州 先不说这下 你看谁来了 娘 女儿 娘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娘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娘 娘 娘掉下悬崖以后 就奄奄一息 还好是叶公子救了我 娘才能见到你 叶公子 叶公子他 语如 永生难忘 不必如此 快快请起 国兄 你怎么了 正好 我这儿有件好吃宝子 尽不了 不必了 我是来刺刑的 刺刑 家妹是若女子 不方便跟我走南窗北 所以我想将她托付给你和玉如 我也放心 日后有机会呢 我定会回来看她 那你要去哪儿 说实话我还没有想好 可是世界之大 只有我的容身之处啊 我这儿刚为你谋了个职位 做我的主 与同位幽头小李 为何要走啊 为何要走啊 我出生清流之家 祖父是江南大弱 而我 自幼宝读圣贤经书 可我却因查阳错 到了犯罪王山权会下 围棋英权 我依然失了清流 来了家风啊 而如今幽州节度是范萱 申明大义 出兵秦王 他回家 不该有我这种面积之人 否则 他难服悠悠之苦啊 叶珍 我从小看不上你 就是因为你这副装枪做事的德行 你说你死抱着这虚头八脑的明节 到底有何意义 你保读诗书满腹经轮 怎么还是个余目脑的一根筋呀 难道在你眼里 圣仙书里所说的忧国忧民 都是愤世忌俗的空话吗 感谢顾雄如是相告 告辞了 告辞了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高看你的吗 就是你为保佳人性命 尾身于王山泉的时候 是你在王山泉麾下 人润腹中暗中聪谋 解救了那么多黎明百姓 江南士族的时候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你叶山是个人物 是个有情有义有甘有胆的人物 也许你做的事 很多人不知道 可你自己知道 家人知道老天爷知道 叶山 你读了一辈子书 不就是为了天下 为了百姓吗 难道你真能接受 把江山百姓 拱手让给骆子上那样的人 去作茧 去鱼肉吗 不能 好 粮贼禁犯 大战将至 今日 我将轻回东都求援 故 将腰州兵权 交与顾九司手中 中卫将士 需听顾九司军令 守住妄都 不得有误 出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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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城门 是 开城门 快开城门 解备 停止进攻 扯兵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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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城交隔时 它回不出间 恍然如昨 踏落墨风云中 青丝花发四两瓶散落 风暖过风烟落 驾军队已获命定对撞 关城门 关城门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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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匈 天快亮了 是时候了 今天召集大家来 是想告诉你们 敌人已经打到我们头上 咱们有手有脚 不能眼看战士们 在前线拼死拼活 咱们也要动起来 前方有战士 后方有我们 让我们一起守护王都 守护王都 守护王都 你现在身在城外 若真动起手来城中持援 来到大军 可没有我的快 我既然敢来 岂会没有后手 你若当真以为我望都城内 只有老若残兵的话 不妨打进来看看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说 梁军交战不战来世 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马前阻罢了 恐怕城中还有武术两将呢 如果我们杀了他 只会让城中的居民更加义愤 是你因为仇仇 即使乃是我们收复了王都 恐怕也难以负重呀 放了他 放行 把手抓住他 不得了 放行 但这一刻就要死了 你真是要死了 我看这就要死了 你再来 我看这就要死了 你再来 说我说我 我说你会要死了 你还要死了 我看这就要死了 确实只有一万人 一万人 杀 杀 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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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爹 快 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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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万语守军 竟真的守住了王都城 来吧 怎么穿得这么好看 今日是生死一战 若是赢了 自然要穿得好看些 若是输了 我们共赴皇权 也要穿得好看些 还不太想令人 他能赶紧 我的帅导 好 先来 还是得好解冒 到罪了 云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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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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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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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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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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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州都水见顾酒厝 拜见世余娘子 这是我们世余轩 新出的实行款式 叫踏雪寻美 这名字真是别致雅气 我想要的这个名字 要别致 雅气 不能太泛泛 也不能太生僻 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 以后一用到胭脂 就能想到我的铺子 那便成了 孤独间又再为银两得 不够发愁吗 晚辈出来拜访 文英带着礼物 前来止血才是 可现在 不必多说 我已经让账房给你 准备了十万银两 夫人达恩 晚辈 不以为报 孤独间说哪里话 快快请起 这薛黄河 可是立国立民的伟业 为了离书安康 莫说是十万两 就是全部家业都捐得 顾独间 你在想什么 夫人此话 满辈先前人 也曾听令 为了离书安康 如今此言一事 故人敢问 师爷娘子 她走了 娘子 娘子为什么 还不亲自见见她呢 她一定日日夜夜念着你呢 这三年 我又何尝不是日日夜夜 都在想她 但我必须等 等到黄河大霸郡公 天下皆知的那一天 等到她功成名就 今生不坏的时候 我们才能相见 骆侍郎 臣在 你最近上朝 总是沉默寡言的 你说说吧 微臣不敢渐阅妄言 全凭陛下定夺 不敢渐阅妄言 倘若朕 一定要你说呢 修缮黄河 乃是千秋大业 顾九司立下此等大功 理当重赏 微臣以为 可召回东都 官复其原职 担任户部侍郎 华侍郎 华侍郎言之有礼啊 那就 等大霸郡公之后 朕就 册封顾九司为左相吧 为六卿之首 左天子 同百官 事无不同 以明述正 陛下圣灵 大霸郡公了 真的 千真万确 刚刚得到了消息 他做到了 他真的做到了 修编大霸 是千秋伟业 旷世其功 从此以后 他会受尽天下人的爱戴 再也没有人会诋毁他 怎么娘子竟比孤独坚本人 还骄傲些 有件事 这几年 我从未告诉过你们 顾九司 她是我夫君 我当然为她骄傲 还有一件事 我真正的名字 叫柳玉如 从此以后 你们也可以叫我柳老板 是这样的 我有个侄女 她年轻貌美 仰慕孤独间已久了 是你娘子 万辈已有妻子 可你的妻子 在三年前不是已经不在了吗 没有了她 难道你就永远不娶了吗 万辈此生 心中只有亡妻一人 她是我妻子 一直是 永远是 今日杜杜得罪 躺涂了您的纸 万辈 改日再登陆拜访 等等 她有一件信物给你 等你看了再走也不迟啊 我想 给你 他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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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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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也是为了今日 只是事关重大 是我亲自去办 乱世之秋 你只身前往 背面也太过凶险 还有我 我们倒去 你是左相 且不说陛下未必放人 骆子伤 也不会轻易让你们离京的 不自有办法 祖母 你每日今天先做好这些草 终于开花了 哎 俊儿 别乱动 这是你祖母最心爱的宝贝 没关系的 你喜欢哪朵 祖母折下来给你 我边 东西找你去吧 娘 爹 你这九连环怎么还没解开 我小时候 三下五穿二就解开 早就解开了 我在想别的解法 你呀 别光想这门 书背了吗 背好了背好了 真的 我跟你说啊 你娘马上回来 你还发布打检验 别牵连我 你呀 娘妈 可不要怪我头上 我一直都说 就脑袋疼 屁股疼 还不是随着你这个糟糕头子 我还没怪你呢 你都算快信我回来啊 小兔子 咋还会顶嘴 跟谁学的 我 你说她是跟谁学的 行 等着吧 等你长大娶了媳妇 自然有志 娘 夫人 回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